啊~~~ 大家好我是阿路和Pikachu ok呢今天呢我又要拍都市傳說 今天這個都市傳說呢非常的特別 今天呢這個都市傳說就是 我要讓我的貓咪被鬼附身 然後飛起來攻擊我 今天呢我就是要念咒語 讓我的貓咪變成惡魔 哦喵~~ ok所以今天這個就是我們的主角 喵~~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那個咒語要怎麼念 首先第一步你要讓你的貓咪飛起來發瘋 首先你要找到附近的靈體附身在你貓咪的身上 至於要怎麼讓靈體附身在貓咪的身上 首先你要念咒語來召喚靈體 並且把貓咪放在一根蠟燭的旁邊 召喚靈體的咒語是 那毒血 那毒血 送下貓咪的耳魂 並且重複念三次 然後靜靜的等待 之後就會被附身了 如果沒被附身 那就是有可能附近沒有靈體 或者是你的方式錯誤 ok所以現在我已經準備了一個蠟燭 跟我們的主角 石油貓咪 所以我現在蠻害怕的啦 因為畢竟真的是很膽小 所以我要去做這個毒傳說 我還是有點害怕 因為我怕我的貓等下飛起來攻擊我 然後把我幹掉的話 等下我的臉被它抓爛 很好 我就是要把你臉抓爛 嘿嘿嘿嘿 ok 非要不多說 Let's go ok大家 所以現在我已經準備好了 要撕這個魔法 OK 大家 所以現在我就要念咒語了 我現在有點害怕 OK 我要開始了啦 那讀學 那讀學 送下貓咪的惡魂 ok ok 我們再來一次啊 那讀學 那讀學 送下茅咪的惡魂 那讀學 那讀學 送下茅咪的惡魂 OK 所以现在目前都很正常 没有什么发生